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这种说法是我不知道很多师兄也就这么说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学来的 这个佛经里面呢 没有这样子的记载 所以就是我们的一些老师兄的话呢 平时就是给刚皈依的或者是还没有皈依想皈依的这些师兄啊 不要给他们出太多的建议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他的很多事情呢 他自己说的也不一定是正确啊 即便是正确 但是呢 因为刚刚学佛的人 刚入门的人 他也不一定能做得到这些要求 所以呢 就是不要 就他们当然是好心的啊 但是呢 还是要就是不要说 不要有太多的要求 然后呢 也就不要说 不要有太多的建议 让大家自己学习 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更好 感谢观看